DXC2013 ICT P1A MC第三行题 这一题只有40%校生答对 这一题给了10个8个盒的flow chart给校生去dry run 而flow chart的目的是想去找和输出输入那4个数字的最大的value maximum value maximum of 4 input numbers 但我现在就问究竟哪一个dataset是不能够制造出正确的结果 看到这些答案例如A全部都是0 B有些正数的负数 C全部都是负数 D有0有负数 我们要留意究竟那些正负数或0 会不会令到它cannot producecorrect result 我们回来看看flow chart 记住我们要找到maximum value 4个输入的数 我们看到inputA A很明显就是input那些number在这里 我看到有个report叫m m开始入个0 inputA 如果A带的m 我留意m A带的m A带了m 很明显的output 你看output就知道 expect m就是那个maximum value 因为我们凭flow chart或者seudocode的output 就知道它想做什么 这个我们要抓住重点 m就是maximum value c只不过是root count c由1开始 这个是4 因为我们要入4个input number 每一次c要加1 所以纯粹是数着要输入到第几个数 因为题目说了这个要找到maximum value 基本上这个seudocode都对的 inputA 入来的数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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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所以每一次ada的m都会被盖到m 所以很明显的flow chart未必有e的问题 可能是前面有问题 output也不会有问题 outputm一句而已 e的m initial value of 0 就出事了 即是一开始m就会有0的value 这里有0给m的 我们叫做initialize 初始化 实际上0这个选择在这几个情况里面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简单来说 这些是a的value 全部都是input的a 如果每一个value 例如是c的答案 个个都小过0 就是a-2-5-4-6-2-5-5-4-6 他个个都没机会大过m 是吧 负数没有可能大过0 所以这句话根本从来都不会执行 找不到最大的负数是什么 因为个个都是大过0的 因为我最初给一个0的initial value 给一个m 所以这些答案很明显是c的 而事实上如果真的进入-2-5-4-6 这里永远都不会走yes 那条路 即是m永远保持0 所以outputm就会output0出来 所以这个就会做了一个cannot producecorrect result 因为-2-5-4-6 最大的数应该是-2才对 不会是0 接着你看看其他答案 就知道其他答案未必有问题 比如b 虽然有负数但它有正数 即是它有机会做到a-m 一句yes的statement出来 所以b答案output出来 m都会是7 你说有个a答案很古怪 4个0 应该都有问题的 我们看一看 即是如果我入4个0在这里inputA 那会出事呢 我们逐个比较 A0大到m是no 4个都是0 4个都是0大到m 全部都是no 同样这个a和m从来都不会做的 换个例子 m仍然是keep是0 所以outputm都是0 咦 这样就好像不是出错的结果 因为入式是0 它做到什么output出来 m的值呢 都是0 这个0都是最大的maximal value 大家都可以用同样方法 试一下d的 比如一个0 再加一些负数 它的output是否真的出了0出来呢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